8月份中共环台军演高调落幕 不少人正感到纳闷 美方怎么毫无军事动作 但就在9月15号 美国国会马上做出最实质的回应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网站 最新新闻稿就挂着台湾政策法 这部被视为该些美中台关系的法案 已经成功在参议院外委会表决通过 法案主张提供台湾四年45亿美元无偿军援 第五年再加码20亿美元 行通直接军援台湾65亿美元 并以非北约盟友同等方式对待台湾 很显然的台湾政策法 把美国推向战略清晰 那这战略清晰就等于是改变了美国的一中政策 那这个就是知识体大了 中国已经在这么大的演习之后 对美国来讲 他的一个立即的回应是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大家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美国现在没有像1996年一样 两艘航空母舰去靠近台湾的一个周边 那如果我实际的军力上面不能去做的话 我是不是要去透过一些法案来去做一些补充 台湾政策法行同美国政府 对美中台关系的官方态度具有高度象征性意义 但从外交委员会通过之后 还得在参众两院都通过 并送交美国总统签署才能正式生效 要发挥实质影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中共当然也要看最后是 拜登是什么时候签署 因为放了他座位上 我毕竟马上签署 那拜登说我也不满意 那在通交国会你再去修改 也有可能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所以其实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是 你好不容易上了一壘 可是你上了一壘以后呢 你是要靠这个短打推进到二壘呢 也要小心 有没有可能一个双杀什么都没有了 这一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在 现实生活的一个状况 不同于川普政府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理性决策 不希望与中共擦枪走火 然而若在台海议题示弱 其中选举必定受到重挫 在兼顾国内选情 以及避免区域冲突升温的态势下 接下来是否会有实质的动作 值得后续观察 现在美国除了台湾政策法之外 即将面临的其中选举 也让拜登政府备受考验 尤其在对抗中共 成为美国的主流民意之下 拜登可能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势必得加大对抗中共的力道 然而在中国大陆方面 习近平寻求二十大的历史定位 因此在主权议题 势必也不可能做出让步 两大强权的面子之争 倒霉的恐怕又是台湾 习近平在二十大寻求连任 打破中共领导人 不得超过两任的规定 势必要在接下来的任期 完成念资在资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对台湾的打压只会变本加厉 包含军事上的灰色地带压迫 政治经济上的制裁 无论美国的台湾政策法通过与否 都是必然趋势 根据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 今年第二次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影响 台湾投资环境风险评比排名 较前一次调查下滑三名 来到全球第六名 这会是未来的警讯之一吗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中共加大对台军事恫吓 以及美国藉由台湾作为对抗中共的杠杆 两者都无法避免 五国政府对于国际事务应处 势必得更加细腻沉着 避免情势误判 擦枪走火 TVBS新闻立委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观众朋友 重点的国际消息 要带您来看 美国参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国务院跟法案相关的专责小组 还有国会议员密切联系 会持续直接跟国会议员 还有幕僚沟通 重申美国政策没有改变 我们一起来听 For our par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e have deepened ou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we'll continue to do so with effectiv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port and we appreciate the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that we're seeing in Congress and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the country nothing is changing about our approach to Taiwan it is guided by our one China policy the three joint communications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观众朋友带您来看重点讯息 美国参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但是外界很担心 会引发北京反弹 点燃台海风暴 驻美代表萧美琴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说好像中国大陆每天都会有事发怒 但台湾不能因为北京发怒 就影响工作进度 一起来听 我们很感谢不管是在这个法案的提案过程 或是讨论过程 这个许多国会议员表达对台湾非常坚定的支持 那当然议员之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也许在路径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应该都是对台湾一个非常长期跟坚定的支持 那就这个部分我们对所有的议员都表达感谢 一部分的议员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要把精神聚焦在台湾的安全上面 那对于其他议题也不是不重要 但是在聚焦在安全议题上面的时候 可能就在整个优先顺序上面 他们会再做一些调整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高票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现在你来看到什么是台湾政策法呢 他其实强调说没有涉及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 不过希望可以促进台湾安全确保区域和平 也要遏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侵略 而且里头就有提到说 一旦北京对台湾采取敌对行动的话 那么美国将会祭出严厉的制裁 所以这也被称作是1979年以来 美方最清晰而且最全面的对台政策 那其实这个台湾政策法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 是以17票赞成 5票反对 这其实相差蛮大的票数之下通过的 接下来将会送交到参议院来进行全院的审议 而其中提案人之一的梅南德兹 他就说这部台湾政策法没有改变美国对台的政策 但是更清晰的要表明华府会帮助台湾这样子的意愿 但是很多人就担心了 这会不会又是踩到红线了 引起大陆的不满 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驻美大使秦刚就说 台湾政策法案的通过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也会让中美关系会更加的紧张 那么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提到说 中方多次反对台湾政策法 还强调说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础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美国参院外委会以17票赞成 5票反对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反对的议员有4名民主党籍 一名共和党籍 和最初提出的版本相比 象征性条文遭到删除或修改 像是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原本列为美国政策 新版改为国会意见 另外原本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 比照美国驻外大使任命 必须经过参院同意的部分 则是全部删除 修正版台湾政策法案 没有指定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 但以等同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方式 对待台湾 主要目的是加速军购交付程序 但没有共同防御义务 而原本计划在未来4年 提供台湾45亿美元军事资助的部分 则是加码为5年65亿美元 也写明是无需偿还的援助 和过去美国对台军售 由台湾支付所有采购项目的做法有所不同 一部分的议员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要把精神聚焦在台湾的安全上面 那对于其他议题也不是不重要 但是在聚焦在安全议题上面的时候 可能就在整个优先顺序上面 他们会再做一些调整 参院外委会之后还要在参院全院通过 另外众院目前没有配到法案 而且就算参众两院都全院表决通过一致法案 总统拜登还是有最后的否决权